現在整個高雄市政府在進行這個拆除大隊的這個業務 拆除違建的時候 會有一個非常大的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發現說一個現象就是说 好像拆除大隊變成轄院報復的工具 我們看下一頁 現在呢 依照違章建築處理辦法所羅列的項目 我們都知道說現在會拆除違建的項目 大概是供營業使用的或垂直增建的 達兩成以上 或者佔用棋樓法定空地等等 或開放空間 這是現在要拆除優先的這個要點和原則 那我們看一下下一頁 這是這個公務局提供給我的資料 這是101年108年違建拆除的建數 其中我們先看今年 這個已經拆除了575件 那待拆除的有658件 我想去年的時候 待拆除又有627件 已拆除有1600多件 我們看到預算數上面呢 其實每一年都編到300多萬 但是呢實際執行的狀況不等 就代表說 這個拆除的預算可增可減的意思 我們先請教一下 這個公務局的吳局長 到底 所謂的已拆除575件 為什麼是這個已拆除 為什麼不是待拆除的658件先去拆除 這樣處理的原則 他的資訊來源到底是什麼 是不是請吳局長回答 請公務局吳局長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 我想林議員我們以前也同事過 你知道所有市政府最難做的隊長 應該就是拆除隊長 對 所以我聽到他們許多無奈的心聲 所以我從來探究制度就是要這樣 我就交代我們的拆除隊 我給他們鼓勵 當然也兩點只是 第一就是操守問題 第二就是不要堵職 那面對我們很多的這個違建 當然我們有自己查報 也有民眾來檢舉的 兩樣都有 那拆除的訊息就是剛才我們議員 剛才講的就是我們 依照我們的違建 那我請教一下 就是說已經拆除了575件 哪一件是因為這些原則 非常嚴重到立即安全性危險 而去拆除的有幾件 這個個案我沒有去個別了解 不過拆除的原則應該就是 大部分是不是因為 來自於檢舉案 影響公共安全的危險 我知道 我講那個都沒有問題 是說來源是什麼 來源我們有自己查報紙 去查報告 我要知道是說 到底575件已經拆除了 可是多少因為檢舉而來拆的 多少是因為 主動查報非常嚴重 而去拆的 那個根源包括這個數據 我沒有統計出來 那我了解到大部分 不過我們整個的拆除率 應該都是在七成左右 七成 我不是要跟你講拆除率 我在講說來源啦 就是說你那個原則 猜都沒有問題 是說來源是什麼 很重要 這個問題回答不出來就是說 其實我現在得知到 因為那個數據 數據我沒有統計 但是那個拆除的原則應該是一定的 五百七成大概有幾成 是屬於 因為檢舉案而來拆除的 檢舉案如果是 就是新違建就是馬上 馬上拆 待拆除的六百五十八件 是不是因為沒有人檢舉 所以還沒有去拆除 不是啊 我剛才講了兩個來源 一個是通報 一個是檢舉 一個我們自己有 局長我認為 你應該要跟基層多互動 多聽他們心聲 是 現在呢 整個拆除大隊 面臨到一個非常嚴重的危機 就是說 只要有人 去陣風檢舉 只要有人 去廉政署 監察院 總統府信箱 行政院長信箱 市長信箱檢舉 1999陳情 他們就會趕快去拆 變成基層的拆除大隊的隊員 叫做疲於奔命 但是呢 我們自己卻無法去知道說 到底優先順序 應該猜哪一項 三百多萬預算在那邊 你不可能超過預算去猜 除非在爭取二倍金來猜 或用其他預算來猜 三百多萬預算就在那裡 能猜幾件算得出來 這應該是要主動查報來猜才對啊 結果現在變成好像是說 只要A檢舉 一直不斷檢舉 就會變成是說 它可以快速通關 假設A檢舉B B被檢舉之後 心有不甘 他跑去 在檢舉A說 你的那個 哪一個窗戶 哪一個窗框 也是違建 一直不亂檢舉 現在變成是說 拆除大隊是一個 俠願報復的工具 所以其實我認為 整個拆除的業務 應該要落實主動查報 而且主動做評分的機制 我們看下一頁 台北即將上路的做法是 違建爭議處理委員會 他們會列一個專案 如果沒有意義的部分 他們主動查喔 沒有意義的時候排拆 甚至我認為 高雄市要這樣做的話 應該要更進步的是 公告哪一些要拆 如果有意義的部分呢 有人陳情 有人各種問題 去反應的話 他進入審議委員會 甚至公開會議記錄 誰陳情 誰去討論這個事情 是不是最立即危險 之後再決定要不要拆 這是台北市政府 極佳上路的 比較先進的做法 那我們高雄呢 到底可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我具體的要求 看下一頁 我們應該要更進步的 做主動評估 違建的程度 列各項違建的項目跟評分 建立違建的等地排序 這樣才知道說 我們300多萬的預算 到底哪一件事情 是最優先 有立即危險 要去拆 當然我知道現在基層的聲音是 不知道現在 韓市府的 最高政策指導員者是什麼 還是一這三點嗎 還是說哪一個應該優先拆 現在大家有很多疑慮 所以變成是說 壓力都在基層的拆除隊員 在大隊長身上 變成是說 你必須要自己扛壓力 你不會幫他扛壓力啊 是不是 這個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的原則 還是依照我們的執行要點 那韓市長上任以後 包括本人就任這個機場 我們是從機場 由他們去評估 沒有所謂的上級指示 就是公平公待處理 所以剛才議員講的 包括台北市的做法 那這個我們可以來參考 這個我們可以來參考 我時間有限 我想先請教那個李副市長 陸長你先請坐 是不是你可以承諾說 建立一個屬於現在韓市府 到底針對維建裁組 哪些優先順序 除了那個要點以外 因為光那個要點 就都猜不完了 那要點以外 哪一些到底重要 要怎麼猜的政策指導方針 是不是可以請副市長 請李副市長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這個我想大概可以比照 台北或是新北 原則上大概他有一個期限 這一個以前大概在像台北市的那種 八十三年一曜以前的 他分級分類管制 就沒有再去做這個叫救委建 那過來在有訂定哪一年以後 大概就是所謂的新委建就開始去做處理 那如果有人檢舉或是議員有反應 那當然就會進到剛才講的 這個委員會裡面 去做一個開會去演議 那我們會朝這個方向來做一個演議 現在是說需要一個市府本部的 一個政策指導方針 基層的這個公務員 他們才知道說到底依照哪個原則 還是這三點就猜不完了 應該要先各優先的原則要怎麼來作業 才會讓大家不會無所適從 好 謝謝副市長 謝謝